你也要有所忧虑 别人偏偏的 哈喽大家好 我是潘潘 他来了他来了 浪姐之后光哥也来了 节目刚播出啊 也是热搜不断的 邀请来的这21位哥哥 可是大有来头 看到胡夏 陈志鹏 王都城的时候 我瞬间就变成小迷们了 这些可都是 拿脚拿到手软的大神脚像 实力啊 那是没得说了 而如今 他们的近况又如何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说到陈志鹏啊 那就不得不提小虎队了 他和吴奇隆 苏友鹏组成的组合 在当年 那可是堪称 华人偶像团体鼻祖的存在 什么青苹果乐园 爱啊这些歌 想当年 不管是六七十岁的大爷大妈 还是四五岁的孩子 绝对啊 都能唱上两句 如今组合解散了 吴奇隆开了公司 赚的呀 是郭曼嫖满 苏友鹏呢 成了知名的演员 还当上了导演 电影票房 口碑俱佳 而如今49岁的陈志鹏啊 就有点惨了 在天赐的声音中 苏友鹏在台下 做着合伙音乐人 而陈志鹏却成了选手 这真是令人唏嘘啊 网友也感叹到 这情何以堪呢 王可是一代人的青春偶像 费勒海当年呢 也是火出了天气呀 实不相白呀 我还偷偷的 买过他们的贴纸呢 当年他们想要拿奖 还不是分分钟的事吗 不过现在呀 暂时时过境迁 四个成员 也早就过气了 王东成在转型之后拍了几部剧 也是十分的一般 不知道他这一次能否在节目中 成功再度出道风红 那些年错过的大雨 那些年错过的漫情 好想告诉你 告诉你我没有忘记 那天晚上满天星星 平静时空下的月底 再一次相遇 我会紧紧捧着你 紧紧捧着你 相信很多人喜欢胡夏 都是从这首那些年开始的吧 胡夏也凭借着这首歌 获得了多项大奖 以台湾超级星光大道 第六届总冠军出道的他 被人们称为青泉王子 但在节目天字的声音的舞台上 却遭到了评委们的强烈质疑 让我看到的是一个索然无味的 一个商演的一个现场 我以前确实没有注意到 你会有这么的驼背 一点都没有听到这个歌 原本应该有的那种 那种饿碗的疼痛 这个话题啊 也上了热搜 有许多网友都纷纷为胡夏 打抱不平 我个人吧 也觉得评委说的 有些极端了 他还是很有实力的 虽然哥哥们的巅峰时期啊 已经过去了 但他们为了梦想 再次出发的勇气呢 还是值得敬佩的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的话 记得关注哦 我是斑斑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